今天早上带你来看到昨天巴黎奥运在传捷报了 也就是我们的举重女神郭信纯 她在女子举重59公斤级夺下了铜牌 她以抓举105公斤停举130公斤 总和是235公斤再替台湾增添了一面奖牌 而根据了解这次她是忍着腰痛拼尽全力的比赛 虽然没有像上一次东京奥运再次夺金 但是她的勇气还有毅力就如同上一届东京奥运 三次挑战停举141公斤世界纪录 虽然都失败了最后是手滑倒在了地上 但我们可以看到她仍然是露出了经典的灿烂笑容 因为她认为她举起的不只是重量更是希望 接着要带您回顾这次赛程 前阵子其实郭信纯就因为停举弄伤了腰部 而且这次还没有完全痊愈 但是在比赛当中因为她的抓举 是已经输给了排名第一的罗斯芳两公斤 所以她当下就想说 那我接下来的停举至少要比对方多三公斤 我们才能赢 因此当对方的停举第二把举起了134公斤的时候 轮到郭信纯她就豁出去了 她直接不为腰伤挑战了137公斤 那最后一把试举是直接挑战137公斤 虽然她事后也坦诚说一度真的很害怕腰伤会恶化 但是她也爽朗的说不管了啦 反正痛就痛 痛完三次就好了 就是要把她当作最后一届再举 也希望自己能够享受这样的舞台 这次呢虽然没能如愿继续夺金 但是郭信纯也坦也有遗憾 很多机会没有把住 更在颁奖时忍不住事累 但是呢她对自己的评价也相当的正面 她说虽然不完美 但是很真实 而且也非常有力量 对于运动员来说 已经有些高龄的30岁 还能够站上颁奖台 她夜87的说 这证明她还是存在在59公斤量级的 而且其实啊 回顾她的表现真的已经非常亮眼了 她的生涯有四度登上了奥运舞台 2012年伦敦奥运她没有拿到牌 但是下一次的2016年 李约奥运她就摘下了铜牌 那东兴奥运呢 更是羁押群慈一举夺金 这次巴黎奥运也拿下了铜牌 成为了台湾史上第一位 连三阶奥运都有拿到奖牌进账的选手 让台湾代表团目前累积了 一金五铜排名第43 获得六面奖牌已经是史上第二多了 那至于下一届 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 郭信纯也没有把话说死 她说如果还能练 就可能会上场比赛 可见她对举重的热爱 而且就连郭妈妈都感动的说 真的是辛苦她了 毕竟是富商上阵 而我们谈到家人 我们回顾郭信纯的小时候 其实也并不是一路顺遂 她是来自阿美族的家庭 出生时就出现了体重过轻 脊带绕紧胎位不振 那因为妈妈呢 长期都在外地工作 是由外婆抚养她长大的 家中还积欠了房贷 经常都没有钱可以吃早餐 连夜可能要搬到公寮 或者是借助亲戚家 其实都是常态 所以运动就成了她的心灵寄托 而且她也透过运动 可以领取体育奖学金 来负担自己的学费 甚至帮助家绩 而我们可以看到 她成长的过程相当艰辛 所以就让她更有同理心了 尽管她在2014年的时候 备战亚运时遭到杠铃重压 右大腿肌肉70%断裂 很疼痛的当下 但她想的都是 在国训中心等救护车 都等这么久了 那如果是在更偏远的地方 怎么办呢 于是她就拿出了 她存很久150万元的夺牌奖金 捐了一台救护车 给澎湖的医院 而且她也曾经 以猩猩来比喻自己 她强调猩猩不会发亮 但是会燃烧 她要当一个燃烧自己的人 举起的不只是重量 更是希望 而直至2022年开始 她开始受到大小伤势所困扰 她也都没有放弃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 郭庆纯她举起的 不只是上百公斤 而是全台湾人的希望 还有感动的心 以下就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好 马上被您看到 台湾的通膨状况 根据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 7月的CPI物价的年增指数 年增率是来到了2.52% 是连续三个月突破2%的警戒线 而且这个数字也创下了近5个月来的新高 那专家甚至预估下半年CPI应该会更高 会落在年增率2.5%来上下 虽然说不至于突破3% 但是对小老百姓来说 依旧其实是通膨巨兽肆虐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有通膨压力越来越大呢 其实专家也分析 那是因为凯米台风清洗的状况 导致我们的物价菜价不断的上涨 所以也间接的垫高通膨 所以其实不止下半年 在马上就要过完的8月 其实通膨压力也是会比7月 还要来得更大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膨压力越来越大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加薪呢 我们的实质收入有没有增加 那根据政府的统计 其实在去年 去年112年的时候 其实有30.7%的厂商 有来调升员工的薪资 那是创下了近五年次的薪高 甚至他们也预估在今年113年的时候 也会有31.7%的厂商 来帮员工加薪 而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能有比较多业主加薪 也就是说主机总处的官员也分析了 就是因为今年的警惕出口增温 内勋不断回升 回升的不错有关系 因此加薪比例是预计优于去年 但其他行业或者是您的爸爸有加薪吗 昨天刚刚过完父亲节 身为一家之主压力非常大 但加薪的频率似乎很低 但您看到 职场爸爸已经平均五年没有加薪了 是创下11年新高 甚至有将近20%的人 超过10年都没有调薪 而且随着孩子长大 支出也越来越多 职场爸爸几乎每个月都在过父亲节 因此现在政府带头加薪了 宣布2025年军工叫加薪3% 而且首度连续两年调薪 因此现在亚公司也排版了 8月起将替全员加薪 平均调幅4% 国内的科技业也将会分红 像是金元双雄中的台积电 这次就领到了7到8月的薪水 联电员工则说 大约领到了4.5到5.5个月的薪水 就连国内车市大咖和泰汽车 今年年中也创纪录领了12个月 三阳也提前在7月拍板 加薪3% 希望能够替员工足以应对高物价时代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特别内容 来看到其实前几天才刚过完了 今年首场的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汇报 那在汇中的统计数字呢 今年1到5月的全国交通事故 见数跟死亡人数还有受伤人数 是比去年同期还要降低的 其中死亡人数减少了116人 减幅达到8.9% 的确是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但是呢其中的行人 累积死亡人数为160人 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再增加了4个人 增幅达到2.6% 等于是行人死亡数还是增加 那除了之前上路的行人地域条款之外 其实现在的交通安全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我们的高龄长者的肇事率 是逐年增加的 我们带您来看到统计数据 其实在去年呢 81岁以上的长者开车 肇事件数是达到了83件 是占整年度的5% 那如果再往前回推到2019年呢 其实呢不止这么高龄 70到74岁 稍微比较年轻一些些 他们的肇事比占比呢 也是增加了2% 再往回推更不到70岁的 65岁到69岁 他们的肇事占比 也是增加了1%点多 所以我们就要来评估了 我们台湾的高龄长者 驾驶换照的这个制度呢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看到 现在目前台湾的规定 是75岁以上的长者呢 你每三年要换一次驾照 那你要经过一些检验 像是体检 包含了视力啊 听力啊 四肢活动力等等 还有认知能力测验 像是包括了 对于时间的认知能力 进程的记忆力 还有手脑协调能力等等 这样你才能通过换照 拿到新的驾照 但其实这个制度呢 是在2017年的7月起 就已经上路了 但是呢 它却没有塑及既往 也就是说呢 在2017年上路的那一年 刚满75岁以上的长者 就需要换照 但是如果你在那一年 就已经是超过 75岁以上的长者 你就不会要求被换照 所以呢 导致现在呢 可能过了7年 已经有很多 像是高龄8090岁的 数十万的长者 是被遗漏的 可能没有换到照 风险更高 而且呢 根据了解 台湾的换照门槛 是相对的宽松 而如果我们来 相比日本的话呢 虽然我国呢 这个换照的制度 是参考日本的标准 但是也被专家批评 似乎是只超了半套 我们看到日本呢 它其实是所有年龄层 每5年就要换一次照 那满70岁的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参加一些特别的讲席 在讲席当中 它会告诉你呢 你年龄逐渐增大 你有哪些事情需要注意 可能发生危险 那到了75岁以上呢 就是强制一定要换照 那检验呢 就包括了刚刚一样的 体检啊 认知能力测验等等 那至于香港呢 它的换照年龄 更是往前提到 60岁以上 你就要进行换照 新加坡跟韩国 则是65岁以上 所以呢 专家就建议了 台湾的法规 应该要怎么改变呢 专家说啊 其实医院应该要加强 跟监理所的串联 来主动通报 不试任驾驶 再来呢 你也需要提高 高龄驾驶的换照门槛 像是呢 你年龄是不是要往前提前 就要先来换照 或者是检测的制度 是不是要更严格 但同时专家也呼吁 你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来保障高龄者的交通权 毕竟很多地方 可能老人喜欢住在 清幽的地方 但清幽地方 往往就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那像是在日本高龄者 在缴回驾照之后呢 政府就会提供 像是乘车券啊 餐厅的餐券等等 优惠资源 尽量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 不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制度呢 台湾也是可以借尽的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推播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